不仅仅是第十八愿 我们一定要留意 不仅仅是第十八愿 而且在四十八愿里面 总共有几愿 众生文名号获益之愿 总共有十三愿之多 你想一想 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 有十三愿 都是在讲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那这十三愿是什么呢 我们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 这个就是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为我们简单的说明 第一个教我们要信佛愿 第一个教我们信佛愿 为什么要信佛愿呢 因为四十八愿的功德 都是在指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因为四十八愿一展开 就是在讲西方极乐世界的 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而这个美好的庄严 都是得到四十八愿的加持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你不相信你对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办法四十不退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首先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明 必须要把信能够讲明白 讲清楚 你才对这句名号产生的圣性 产生的相信 产生的信心 今天我就有一个简单来 为大家介绍 等下个星期 再为大家来说明 为什么我们要相信 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的功德 那这四十八愿里面 而有十三愿 都是为我们说明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不可置疑 那这十三愿是哪十三愿呢 那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报告 今天简单 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老实念佛 祝大家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的话 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我们一定要顺从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我先去